如果你心想去行善 你能力做不到 可能有人有患过的人 又有做过的人 不亦持纸巾 他不厌力想持这本太上感应篇 其实他心中常常想 我罪业已经很重了 你不要再顾问是个鬼神 你不要增加我的恐怖 他不想想说太上脑筋的信悔 是叫我们悔改 转后为福 叫我们积善种 作为我们毁购的灭罪的本钱 毁购是我们灭罪的根本 灭罪的本钱 恶既然是有心造 还是有心去灭 就好像冬天的水 结冻以后就变成冰 到春天的时候 春暖花开 冰又变成水 所以说冰跟水 他的本性是不悟的 也就是说 你造物的心跟菩提心是不悟的 造物的心是结冰 你清醒的 结物的心是变成水 他是不悟的 菩提跟烦恼是不悟的 明的时候叫烦恼 悟的时候叫菩提 又好像说不会下象棋这个人 走到一半的奇迹 已经准备大败了 忽然遇到一个大会下象棋的人 告诉他怎么下象棋 教导他 这个人能够信寿 最后反败为胜 到奇迹中了的时候 他反败为胜 这表示说你虽然人生走到一半 你虽然人生是失败的 造物的造物非常多 可是你碰到一个善知识 告诉你太善感应篇 教导你怎么断落修善 你最后能够信寿奉行 你最后还是成为一个善人 你会反败为胜 如果你还是败的 是因为你不相信的缘故 以前有一个老生 他想要修一个观圣庙 他的道行修得很好 很亲近 非常清高 他很努力去做善事 可是有一天碰到一个道者 也要来清换 他梦见这个护法神告诉他说 你明天就应该要死掉了 有一个骑一匹白马那个人 叫做猪二 他说你过去是那个冤家 你必须死在他的手中 那这个老生就向这个神明祈求了 他说我这辈子也是想要行善 希望你十倍救护我 护法神说我也没办法救你 我无救法 那能救是你自己啊 以示这个老生清晨就扣宗起来以后 刚好真的有一群道解到山上来 就把这个老生抓到 抓住以后就叫他带路 哪个地方 哪座山有财宝 哪个洞里面有护你 你赶快带我去 不然我就杀你 这个老生就突然间在想了 我的夜报已经现前了 我应该要死掉了 我现在又引导你去造恶 又叫你去抢劫钱财 奸淋护你 那我不是夜上加夜吗 双上加双吗 加上再加丑吗 丑谢吗 就是索好再加铰链吗 就站起来对这个道解叫喊说 我不再引导你了 你不是诸恶吗 我命本来就应该死在你手里 这个道解非常惊讶的 非常大惊害 非常惊讶的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那么你是一个圣生 圣神生 那么这个老生就告诉他 晚上做梦的经过 诸恶自己想 哎呀 冤冤相报何书了 那神明说不能救你 就是你自己救自己 既是救如法 你不应当我往前进造恶 前面去造恶 就是助救啊 是基础助救啊 那我自己不杀你 我就是解开这个冤丑啊 我们一起去起手神前去 我们一起到户法神前去道谢一下 这段讲什么呢 那个诸恶就是我们造恶了 我们的本人 那个老师就是我们想要回归向善 我们现在在修行 他告诉你说 你不要再继续造恶 如果你继续造恶 你就死路一条 你会遇到道解 那个诸恶 那个诸恶就是 你继续造恶下去 那个户法神告诉你说 你会伤命在他手中 就是你现在去造恶的 你那个手中 那你不要继续引导 你这个恶恋去造恶 就是你不要去引导 那个诸恶 诸恶 去抢劫钱财 去监你那个户你 这个意思是这样 这是自救法 所以说呢 祸可以转 太上老金没有打妄语 急向生前改 最好在活的时候 赶快悔改 不要等到死后 才要后悔 末代死死毁 这句很好 跟他背起来 急向生前改 末代死死毁 改过悔过 就是这一念心 没有一个罪 不灭掉的 不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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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